日本的新年号决定是令和 哇! 美国! 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FIRSTLY 三讲 日本的新年号决定是令和 那今天有三大重点要告诉大家 1. 年号是由谁如何决定 2. 不为人知的六大命名原则 3. 这个令和打破了哪三大历史 这其实是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 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 那我自己是会很好奇 我平常喜欢研究文化语言等等的东西 就想说今天整理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那在进入正题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 更改年号对于日本人的感觉 那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呢 更改新年号有一种新年新希望的感觉 像如果是学生族群现在都在说 就是非常期待这个新的班级 一定会是很棒的感觉 就是充满正面的希望的感觉 那对于平成诞生的我来说呢 是第一次经历了更改年号 有一种真的很深的感触 毕竟在有生之年 经历更改年号不是那么常有的事 是很难得的 不过呢老实说我一开始听到这个 礼和呢 有一种 一开始换年号可能都会比较难适应 但是听到 有这种有点帅气的感觉 那这个礼和新年号在4月1号的时候发表 在5月1号的时候正式更改 那首先先介绍它的意思 那中文的意思大概是说 因人民和谐 团结之美之中 共同培养 诞生出的新文化 展开新时代 的意思喔 啊看到这边 如果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人 应该会有遗忘 我是哪里人 我出生长大在日本 然后来台湾才开始学中文 那我每天熬夜苦读中文8小时以上 也持续了8年 这样子 对 那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在频道中 好好接受过自己 嗯 如果付10万的时候再好好接受好了 那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 年号由谁决定 如何制定呢 那年号是根据日本的 原号法被制定决定方式 原号法第一条 年号由日本内阁订定 第二条 年号仅在发生 皇位继承之际做更改 那先是内阁总理大臣 向高知识分子委托 收集新年号的候选 再从候选之中进行审议 将决定好之后 向内阁总理大臣报告 再正式向人民发表 那其实是很多各领域的学者 在共同思考的 那第二个主题呢 是不为人知的六大命名原则 一 拥有符合国民理想的意义 二 是两个汉字 三 要好写好读 四 目前为止没有当作年号 或者世号使用过 五 不是通俗被使用的东西 六 英文说写开头字母 不要重复比较好 像是名字妹子是M 台修大臣是T 昭和修瓦是S 平臣K吧是H 大概这样子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意外呢 因为当我知道说 我觉得很有趣 感到蛮意外的 有这样子的原则 那最后一个主题就是 这个令和打破了那三大历史 一 首次以日本经典文学命名 新年号命名 取自日本最古老诗歌 万叶吉 万叶雪 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 相当于中国的诗经 那这是日本有史以来 第一次以日本文学作品 为年号做命名 那从前年号往往取自中国的经典 这个部分 我们下一集影片 会再好好告诉大家 那其中 令和 令和 这个字的令这个字呢 是在年号中 是第一次被使用 所以在学者们之间 讨论度非常高 那和就有和平的 没有战争的 的意思 在年号中 被使用高达19次 200年来首次在天皇 人在世时发表 那主要起因于新天皇 德仁德父亲 名人天皇 从2016年8月表示 希望在预计时间内提早退休 打破以往的天皇 再为指导去世的生理 那最后一个 第三点 就是进入电脑时代之后的 第一次年号变更 那这个会带来 非常大的影响 会带来哪些可怕的影响呢 那这个我们下集影片 再继续做讨论 请大家敬请期待喔 那如果觉得有学到东西的话 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也可以告诉我 你听到这个新年号的感觉是如何 或是你听到这些秘密原则 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也别忘了订阅频道 要记得按铃铛喔 有些影片的时候会通知你 然后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 好 那也有用Facebook Instagram 每天用中文日文分享资讯 也请大家多多follow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